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近日气温奏向,台中事后里泰安社区洛宇松本州逐渐变色,由绿转黄,吸引游客造访,穿梭在冰纷林木之间拍照,宁静村落涌入人潮,预估到本月下旬才会逐渐转为橘红色,预料在花坦节期间会吸引大批游客造访。 每年冬季,泰安农村是属于洛宇松林与樱花的时节,在樱花土路芬芳之前,洛宇松先登场,黄绿焦杂的色彩,呈现冬日萧涩气息,近日洛宇松转黄,民众不用远赴山区,也能在平地感受到山林的浪漫氛围。 泰安社区,洛宇松林面积不算大,但地处大安西畔一处到田之间,宛如旷野森林,置身其中浪漫的氛围吸引情与造访,甚至有新人拍婚纱。 另外,泰安社区如光山寺有一处洛宇松林,近千平的松叶林周边有田野小径与山谷西建,如诗如画,也是民众探访的秘境。 泰安派出所所长张志显说,如光山寺的洛宇松林色调变换,不如派出所后方的松林,民众可将车辆停放派出所停车场,以免影响交通。